香客大樓大多興建在廟宇旁 恭敬鄉信徒入住 台南近三十間廟宇代表 為了發展觀光條例 要求特定對象住宿場所十年內 需要申辦旅館登記期限 眼看要截止 向立委陳情開座談會 座談會中定調廟宇香客大樓 非屬營利單位來到嘉義 放眼望去房間內上下層大通鋪 走樸實路線 廁所衛浴通通共用 廟方直言若要申辦旅館登記 設備老舊香客大樓 難以定價 嘉義縣府初步表示 並未將廟宇香客大樓納入需辦理旅館 登記名單 位於高崇內門的紫竹寺香客大樓 把水洗箱擺在櫃檯 房間設備乍看 已經有旅館水準 廟方卻表明若要申辦旅館登記 很有難度 有廟宇低調表示若要當旅館經營 光是消防設備提升得再花數千萬元 入住信徒隨喜香油前恐怕難以負荷 才讓擁有商客大樓的廟宇普遍申辦意願不高 喊話解除納館 三天新聞南部綜合報導